會上人來到巴黎都會租單車漫遊 享受河岸風景 但有民眾租了車卻引來消費糾紛 輪胎扁了煤氣 腳踏車烙鏈龍頭歪斜 民眾著急的求助店家 卻被要求要自己遷回去 事發在五號下午 陳先生跟朋友隨意找了一間自行車店 租一輛一百元 但騎了十分鐘先烙鏈兩次 接著就爆胎 好在當下沒人受傷 受害的民眾不止一人 實際回到遭控店家 地理位置剛好在熱鬧的街上 成了不少觀光客首選 而這輛壞掉的腳踏車 還擺在店外 店家反控是租客把車子騎壞 雙方各說各話 不過像這樣的狀況 屬於民事糾紛 民眾遇到可以找修保官處理 也建議租車時 先檢查車換或拍照存證 面對開心出遊 風景都還沒看到 先惹出一肚子氣 3D新聞張玉潔 林玉均 戴偉成 新北村報道